由法国凡尔赛宫和上海上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办的光明无限展向凡尔赛宫展正在上海新天地如火如荼的举行中 这是凡尔赛宫首次以数字化影像的方式亮相中国 同时也是凡尔赛宫在海外举办的第一场大规模数字展示 法国凡尔赛宫是17世纪辉煌时代建筑的典范 于中国故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共称为世界五大宫殿 法尔赛宫拥有11万平方米的宫殿及园林 于1661年破土动工 前后建造时长近半个世纪 此次中国巡展的首站落户上海新天地 整个展区占地2000平方米 分为11个展厅 用数字化的形式展现了法尔赛宫的多个主题 全场通过360度影像、神经互动式游览、互联自行车、全息图景、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手段 让观众领略到法尔赛宫的标志性景点、百年藏品以及一些重要历史时刻 我们这次也是大胆地尝试了把法尔赛宫的建筑艺术、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 用科技、用AI以及演绎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这个展览实际上是一个创新的一个展 在艺术展览界我认为大家都可以一起来 呈现更好的方式 让观众更加体验到现代科技的魅力 本次展览汇聚了来自全球7个国家的600多名数字技术和创意专家 以150亿高清像素级的数字视觉科技 呈现法尔赛宫的奢华与浪漫 深度还原了法尔赛宫的传奇 因为疫情的原因本来我们家是打算去年去法国旅游的 然后也是打算去亲身体验一下去参观一下法尔赛宫 那现在就是因为出不了国嘛 然后我们所以就来看展了 其实整个体验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我还是能就是感受到那个宫殿的宏伟的那种壮丽的感觉吧 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有一个画框 然后你可以就是拍照然后扫描自己的脸 然后把你的脸嵌在那个以前那些人的那些油画肖像画里面 那个其实我做我觉得那个做的还挺好玩的 首先呢就是看到了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各种各样现代技术 比如说有VR还有那种那种用换脸的技术 再看一下这里这里都是一些就是最真真实的油画嘛 就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技术与这个古代的结合 就让你可以让观众更真实的体会到 更能更好的了解到一些比如说这个艺术的本质 就也可以足无出户的感受到 你就反复自己真实的在参观 为了打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调香大师弗朗西斯库克吉安还专门为此次展览 调制了一款灵感来源于凡尔赛宫的花园植物 以国王路易十四最喜欢的花围基准进行调制的香水 据悉 该展览将在上海持续展至5月31日 之后将附中国的其他八个城市进行巡展